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马体坛的东运会竟要和教练强奸年轻女队员两大事件据文件指大马水上运动员 大马游泳总会秘书邓贵妹对此不愿置评 另外 大马奥理会会长东姑英南证实 有关我国东运会要减不过关的冠军选手 已经要求展开检验第一评样本的程序 以求清白 行凶酒店防守曝光 满地弹壳枪手沉湿地上 美国男子怕多客向音乐节的观众乱枪扫射 造成至少59死与500人受伤 事后警方在酒店房间拍摄的影片及照片曝光 怕多客沉湿地上 室内到处是枪械及弹壳 也有报道指怕多客曾合法改装射是枪支 加强杀伤力 娱乐方面是 周杰伦地表最强演唱会在台北连办四场 连日来风光至极 一直以来负责掌管周董财产大权的周母叶惠美 外传因年事件高 传有一将权力下放给媳妇昆灵 但遭亲家母反对 昆母以昆灵的年纪尚轻 婉拒业惠美提议 理由是昆灵恐怕不懂得理财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 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 阅读愉快